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等一下你聚会结束 不要来问我怎么投资 不是我要告诉你的 因为我没有这种知识 但是我能够offer 作为教会的传教人 我要常常读神的话 那我从神的话来看看 圣经上怎么看财富这件事情 那么圣经到底说财富是好的呢 还是不好的 我们该不该积蓄 我们该不该投资 那么所以这都是 但是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以为圣经是一个 只讲好像属灵的事情 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 关于钱的教导 那么我们如果是一个基督徒的话 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 在很多事情上面 我们一旦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的眼光就要重新来调整 那么我们要 就是我们的观念 要来根据圣经来做修正 那么罗马书上说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更新变化 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眼光 我们的思想 因着我们有这个新的生命 有一个新的 一个合乎圣经的看法 叫我们查验 何为神 善良 成全可喜悦的旨意 这是我们今天 以下要花点时间 我们来想想 圣经上怎么看 这个财富 这件事情 我们要读的圣经 是在提摩泰前书第六章 第六节 十节 还有十七节到十九节 我想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念 就是我念一节 你们念一节 然而敬虔 加上知主的心 便是大力了 只要有意有实 就当知主 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 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用许多愁苦 把自己刺透了 能要祝福那些 既是孤独的人 不要疼高 也不要弄好 我们的厉害 只要有麻达 都自来 如业 我们的善受为神 又要祝福他们 行善 在好事上富足 甘心施舍 乐意供给人 为自己 其他美好 恶心 与乐意下来 造他们 使命 那些人的圣经 如果你看完这段圣经 你认为圣经对财富是一种正面 还是一种负面的看法 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好 我们今天来下面再看一看 其实圣经对财富这件事情 有很多正面的评价 那么 首先 比较其他的宗教 世界上的宗教和哲学 我们的信仰 其实对 不只是财物 甚至更广泛一点 对物质 对所有的物质 有一个正面积极的思想 那么 如果你比较 我们的信仰 跟东方宗教 东方宗教典型的代表就是什么 佛教跟印度教 那么 东方的宗教 有一个共同性 认为我们这个 物质的宇宙 是一个幻觉 佛教里面有句话 佛教的很重要的一句话 说 射几是空 什么意思 射就是你可以看见的东西 或者广泛一点来讲 射就是你五官 能够感觉到的东西 你的视觉 你的听觉 你的嗅觉 味觉 跟触觉 只要你能够用五官 能感觉到 就是空 空是什么 它并不存在 所以我看到 这样在那边 它其实并不存在 你们看到 我在那上面 你听到我讲话 只不过是一个幻觉而已 这是佛教的讲法 那印度教也是一样 在印度 印度这个地方 有一条河 是他们所谓的圣河 是什么河 有一条河 叫恒河 如果你去印度 我没去过 但是我知道这本事 恒河可不是一个幻觉 我觉得 不是一个幻觉 在恒河的边上 有一个特别 印度有一个叫做Rushkish 这个地方 在恒河边上 满了 这个所谓的 他们的印度人的 Guru Guru就是什么 他们的大师 那么他们 最崇拜的一些圣人 那么这些Guru呢 就在河边 打个帐篷 你如果去到这个地方 发现 那个一条河边 都满了这个Guru 那么 搭了很多帐篷 又烧了很多 味道很强的香 那么 你只要付他们一点钱 他们就会 帮助你 告诉你 怎么通过 一些思想 通过一些药物 甚至一些偶像的崇拜 让你能够解脱 让你看出来 哦 原来这个世界 是一个幻影 那么这个问题 就很奇怪了 如果都是幻影 为什么他有收费呢 那么 在美国 其实他在全世界 都非常有名 有一个印度人 叫做 Robie Zechari 他是一个 原来是一个 印度教 你知道大家 印度教里面 有那个所谓的 种姓 Cast System 他是最高一级的 但是他后来 成为基督人 他讲了一句话 很有趣 他说 印度人 新印度教的人 说这个世界是幻影 但是你去印度的话 你过街的时候 没有一个印度人 敢这样就过去了 他只能左边看看 右边看看 两边没车了 才敢过去 如果是幻影的话 那又何必呢 就过去就是了 没有人敢这么做 好 这是东方的宗教 他们对财富 为物质 是抱着说 这其实是一个幻影 不真存在的 那我们看到 西方是怎么样 西方的文明 受谁的影响很大 希腊跟罗马 那么希腊跟罗马 他们的哲学 是有名的 我们前几个礼拜 我们一直在 看约翰一书的时候 我们讲过 在西方的这个 在希腊的思想的影响之下 他们把宇宙分为物质 跟精神两方面 那么认为精神是善的 但是物质的宇宙 是绝对邪恶的 那么所以他们认为 物质是邪恶的 是要把它克制的 那么甚至要把它 甚至要把它超脱的 好 但是圣经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圣经怎么看物质呢 圣经开始告诉我们说 这个世界是成长的 包括了这个物质的 世界 而且不但是造 神创造的一个世界 这个物质的世界 而且他说 他这个创造 是一个蓄意的创造 是有一个目的性的创造 这跟其他思想 古代的那个 所谓的创造的 这些神话比较起来 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在古代的 其他的文明里面 他们讲到创造的时候 常常这个创造 这个世界是什么 是什么来的呢 常常是一些 所谓的神明之间 一个大战争 产生了一些剩下的产物 比如说 这个巴比伦的 关于世界起源的传说呢 他说是有一个男神 叫做杜马克 杜克 马杜克 不是杜马克 马杜克 有一个女神 叫做提马 这个两个人 水火不容 就打起仗来 最后男神 把女神打败了 把他杀了 那么然后 从这个女神的尸体上面 造出了这个实验 这是 这个其他宗教 对这个世界的一个看法 不管是空虚的 甚至是邪恶的 但是 圣经 却对这个 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 造一个非常正面的看法 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 当 我们说 神创造了 创造了那个 他都说 神看 神造了一个什么东西 就说 他看是好的 不是邪恶的 不是空虚的 在 创世纪 第一章 三十一节 好像他做一个总结 他把 他说 造这个是好的 造那个是好的 但最后说 神看着一切 所造的都 不只是好 而且是很好 是甚好 所以 这是圣经 对物质 是一个非常正面的看法 那么 但是 圣经也的确说 后来 我们的世界 受到罪的污染 今天世界上 有很多的败坏 痛苦 毁灭的东西 那么 圣经说 他 他要再重造这个世界 那么 我们今天不是要找这个 讲这个题目 但是我要告诉一下 一件事情 神 重造这个世界 我们不要以为 只是精神方面的 不是一个灵方面的 是包括灵跟物质方面的 我们将来 在丑闻神 重造的世界上 有你 你我 还是有一个身体 只不过说 哎呀 我这个 今天这个世界上 这个身体 我觉得 怎么看都不顺眼 我总觉得我 太胖 我的鼻子 太扁 我的 长得不够漂亮 不能够像林青霞 我告诉你 不要这样羡慕他 因为 圣经上说 我们将来 我们的身体 是一个荣耀的身体 我不知道是怎么样 我不晓得 圣经并没有交代得清楚 但是是一个荣耀的 是一个完美的 是一个没有罪恶的 那么 我们在这个 重造的世界里面 我们还是要吃 要喝啊 我知道我们的第一小组 很喜欢吃喝 每次在这个 这个 微信上面 或是费的 我就看你们 post的东西 看我那么油水 口水直流 我今天随便comment一下 看到杜宇说 做了一个饼 我就 讲了回一句话 没想到 他们说 连 连 Paul都喜欢吃啊 你可搞错了 Paul很喜欢吃啊 而且将来 我们在天上 还要吃喝 你怎么知道 因为 启示录是说 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 有什么 有一条生命河在上面 那河边有什么 有结果子的树木 每个月都要结果子 没吃喝没喝 你干嘛结果子干嘛 你说还没有被我说服吗 那我问你 当耶稣复活了以后 他是不是指一个幻影 在那边 是一个灵过去 当他复活以后 他向他门徒显现 那门徒以为 他是什么 是鬼 耶稣叫他们 做了些什么事情 给我一片鱼 他就当场 把他吃掉了 你知道吗 我们复活以后 还有身体的 所以圣经 对物质财富 好像漏掉一个字 圣经对物质财富 有一个正面的评价 而且 不止如此 圣经告诉我们 另外一件事情 不止圣经 神创造了一个物质的宇宙 而且他告诉我们说 我们人应该去创造财富 为什么呢 因为在创世纪 第一章二十六节 当他要创造人的时候 他在创造人之前 他说 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 深处各从其类 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 神看着是好的 这是神造的 但是下面一节 他就在我这边打出来 他说 然后他说 我要造什么 我要造我们的 我们要造我们的形象 按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深处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前面一节说 神造了那些东西 然后他下面 有他造人 他说他不但要造人 他要造他的形象去造人 就是说 他有什么一些性格 他有些能力 我们人可能都有 但是不见得 不能像神完全一样 我们不可能无中生有去造 但是他把他所造的东西 给了人 交给人去做 去管理 那么什么意思呢 当然我们可以generalize一下 神做 我们知道神在哪里造人呢 在伊甸人里面 伊甸人里面有很多东西 有各样的花草树木 还有什么 有动物植物都在里面 然后神造亚当跟夏娃在伊甸人里面 伊甸人就象征了一个 神所创造的天然的世界 有一个天然的资源在里面 然后呢 他造了人 亚当 人 叫他去管理 叫他去治理这个地方 就不要 那 在花园里面要做什么 又是要什么人 要有园丁 那么 所以呢 这个 他其实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 告诉我说 神所造的这个天然 是一个所谓的 Romateo 是一个 本来有的 就是一些 本来有的物质 但是他这个园丁 要从他所造的泥巴 跟这个植物当中 产生 产生可以 骨类 产生其他的东西 他其实是要再怎么样 要在这个 把他神所造的给我们的天然的物质里面 再把他加工 再把他制造 生产出来 所以 园丁有什么功用 他生产 他会制造 他会 add value 他会价值 大家学经济的 一定对价值的东西 一定很有观念 如果你还没有观念 我就随便讲一个例子 前两个礼拜 你知道现在的台北市长 叫什么名字 你们国内来不知道 台湾来的人就知道 叫柯文哲 这位老兄呢 前几天 居然英国派了一个首相级的人 到台湾访问 这很难得 因为台湾基本上 跟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 有正式的邦交 所以他不能派太高的人 但是派了一个部长级的 那是已经是很了不得了 然后他去见柯文哲的时候 这个部长到了台北 去见柯文哲的时候 就送给了他一只手表 这是在新闻上 不是编出来的 你回去可以Google一下 看有没有这回事 结果你想想看 如果是英国一个部长级的代表 这英国的国家 送给台北市长一个手表 这手表显然不会太差吧 不为我说上次我讲了 是在路摊上买一个伪造品 一定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手表 结果没想到这个柯文哲老大 口不择言 他非常的失礼 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平常又不代表 这个东西对我来讲 不过是破桶烂铁 这就是没有经济学的眼光 我不晓得他怎么可以当市长 怎么可以说破桶烂铁呢 如果你说这个手表 你只是看他说是一些金属 那的确就是不值什么钱 但是手表 你去买一个Omega表 你没有上千刀的美金 你是买不起的 为什么 value added 加值 那么还不明白的话 我再举个例子 在2013年 美国海军 把一艘以前已经退役的航空母舰 当 这个是真的当破桶烂铁给卖掉 你知道卖多少钱 要不要人猜一下 你啥猜不出来 一分美金 真的把它连破桶烂铁都不值 但是如果说 你要去再造一张航空母舰 要多少钱 至少一个billion dollars 至少十亿美金 一艘航空母舰 为什么这个破桶烂铁 你要去造一个 要一个billion dollars value added 加值 神把这个加值的能力 放在人的里面 把它给教他所造的 这个物质的宇宙 要人去生产 去管理 去加值 耶稣基督自己也做过一个比喻 他说我们人好像神的经理人 他有一次讲过一个比喻 他说 天国好像一个人出去旅行 然后叫了他的三个仆人 然后分给他们一些 银钱 然后就走掉了 然后叫他们做什么 他的expectation是什么 所以不要跟我说 投资不对 因为圣经上 耶稣用那个比喻 跟他讲说 这三个仆人 当他回来的时候 一个个都叫回来 他说 我交给你的五千两银子 你干了什么事 那个第一个仆人说 五千两老板 我出去投资 我去找Garland Garland会有经济投到 我就投资了 然后我开了一些店 然后我又赚了五千两 很好 你这个又中心又良善的仆人 找了第二个仆人 说我交给你的两千两银子 他说我雇不起Garland 我雇了Paul 虽然他没有什么经济头脑 但是他也做过一些投资 所以你们现在知道 Paul可是做个投资 所以我也不错 我没有办法赚五千 但我赚了两千 很好 你这又中心又良善的仆人 所以我们人 是什么样一个人呢 我们在地上 我们是神的manager 是他的经纪人 经纪人他有什么责任 他要经理 他要产生结果 你要produce 这是圣经上 对物质跟财富的一个看法 是一个正面的 我们人需不需要创造财富 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 所以你如果说 常常觉得说 我们再到教会来 大家都说不敢谈 这是不属灵的事情 这是属世线 那你可以搞错了 财富是可以是属灵的 第三个 财富可能是神的产次 可能是神的产次 我们回到我们刚才所念的圣经 提摩泰前书第六章 17节18节 保罗吩咐提摩泰 叫提摩泰去吩咐那些 今世富足的人 不要自高 也不要倚靠 无定的钱财 只要倚靠 那厚次百物 给我们享受的神 又要嘱咐他们行善 在好事上富足 甘心施舍 乐意供给人 以前我读这段圣经 我只看到前面那一段说 无定的钱财 钱财不可靠 但是后面那句话是什么 只要倚靠那厚次百物 给我们享受的神 所以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你说 神如果让你发财 是不是好事 敢不敢讲说好事 是不是 真的吗 你记不得 圣经上有一个人叫拿巴 他是什么人 他是个财主 但是他可不是一个好人 但是圣经上有好些人 真的是财主 举几个例子 约伯是不是一个财主 是一个大财主 而且是当时的 什么 当时他说他是东方最有钱的人 他是当时的Bill Gates 或者是Warren Buffet 亚伯拉罕 是不是一个财主 哇 他家里的那个牛羊 多得不得了 没有办法 他要把他的儿子 那个职儿 罗德说 你分走一点 你拿去吧 我们两个分 这个地方太隆不下我们的牲口了 那么是不是财主 有钱啊 还有谁 有些人不见得说财务很多 但是他在其他的事业上很成功 可以说是可能是神的祝福 举个例子 约瑟 约瑟这个人 虽然在某些角度上是倒霉透顶 但是圣经上说 神一直与他同在 所以他 他点时成精 他去到哪里 都非常成功 成功到一个地步 别人呢 他的老板 什么事情都丢给他 除了吃饭以外 什么事都都叫他去做 如果有一天 你的老板很器重你 把什么事情都交给你 说不定你要感谢上帝了 你有约瑟的祝福在你身上 但是 这是可能 不见得是一定 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 有的时候财富增加 不见得是神的长次 那么 大家可能记得 在初埃及记的时候 以色列人 在西乃半岛游荡的时候 他们没有东西吃 他们就发怨言 其实他们不是没有东西吃 他们只是吃腻了 每天 神给他们那个薄饼 今天那个杜宇荡那个饼 我们等下要长廊开 是不是有点像玛娜 但是他们吃腻了 他说要吃肉 抱怨一次不够 抱怨两次三次 一直抱怨到最后 神都发火了 以至于给他们 很多的什么食物 攀存给他们 那么以至于以后 当诗篇记载的时候 他说他们在旷野 怎么样 大起御心 试探神 下面一句话 要大家注意听 神给他们很多东西 他说 神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 确实他们的什么 心灵软弱 所以不一定 神 可能把好的东西 很多的财富给我们 得到财富 可能是神的美意 让我们享受 他说要 给我们享受的神 叫后制百物 给我们享受的神 所以 得到好的东西 得到财物 是神的美意 可能是神的美意 让我们去享受 我们所得到的东西 也是神的美意 但是他下面 有说什么 财物是不是可以好的 是可以好的 他叫做使用 他叫他们 只是行善 甘心施舍 弄一个钱 神有没有告诉 有没有 透过 透过保罗 吩咐他们说 你们这些有钱人 Stop Don't be rich anymore 没这么讲 他只是告诉他们说 你就好好的使用他吧 我把这些财物给你 你就好好的使用他 所以使用钱财 去行善 是神的命令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了 物质跟钱财 是正面的 是神所创造的 是所造的都甚好 财富的创造 是神给人的能力 也是甚至可以说 是一个命令 第三个 财物可以是神的祝福 所以这都是关于 圣经上对财富 很正面的地方 所以我们不要总觉得 我们在教会 不要 当然在教会 你不要谈生意 是真的 但是不是不可以 我们做一些 planning 做一些理财的工作 做一些创造 生产管理的工作 但是圣经上有很多地方 告诉我们 我们的财富 可以是非常危险的 第一种危险 就是让我们身不由己 所以我们刚才读的 提摩泰前书 第六章第十节 当头棒合说 贪财是什么 是万恶之根 他说 有人贪恋钱财 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用许多愁骨 把自己刺透 我们要非常小心 因为财 钱财 有一种很大的控制力量 让你身不由己 我们中国人 有一句谚语说 有钱怎么样 能使鬼吐没 你知道这个谚语的来源是什么 南宋的有一个 有一个有名的文人 叫做刘义庆 他讲了一本鬼故事 他讲到说 有一个新鬼刚到地狱 瘦的瘦巴巴的 他在地狱上看到 看到一个胖鬼 满脸油水 就说老兄啊 你怎么那么胖啊 怎么那么好啊 你怎么油水这么多啊 那个胖鬼就跟他说 我告诉你一个办法 当你想吃东西的时候 你就到他世上 回到世间去 到一个人家家里 你们做点怪 这个家人一怕 就赶快供鸡 供鸭 供猪 供鲜果给你 这个瘦鬼听了就很 好 有道理 就跑到 就跑到世界上来 也不 也不先 没有情报站 他这个人一定没有 没有情报的观念 就随便找了一家人进去 结果呢 看到这个人家的厨房里面 有一个墨 就是人家磨骨子的 就推起来 想着做怪 让人家吓一跳 没想到他跑出家了 这家人一穷二白 什么都没有 就剩一个墨 那么 这家的主人 半夜起来 厨房里有什么声音 跑下来 他这个墨 没有人在 他自己动起来了 他就说 天见可怜 天可怜我 连拍一个鬼来 他就替我磨墨 结果呢 这个饿死鬼 没吃到什么东西 反而累个半死 这就是有钱 能是鬼推墨的来源 我们今天不再讲鬼故事了 但是我告诉你 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件事情 钱才有一个力量 让你去做一些 你自己都不想做的事情 那么 不但是我们中国人 有这个说法 美国人有这个说法 在1987年 有一个电影 叫做Wall Street 那么Wall Street 中间有些让人 很发距的一些说词 其中有一个说法 The main thing about money is to make you things that you don't want to do 神那个 钱有一个力量 有一个空大 让你做些 你不想做的事情 譬如说什么呢 有个可能 大家晓得 通常一个家里面 反目成仇 通常发生在什么时候 分家产的时候 大家晓得不要 台湾有一个叫Wall永庆 他分家 他突然有一天 就两脚一蹬 就跑了 结果呢 哇 真热闹 他不晓得剩下 大概有几个房 一房二房三房 好像四房 四个太太 结果呢 这个在吵得不可开交 罗斯宇有些很有趣的 一些说法 他还有一句话说 If you want a friend Get a dog 因为人 没有什么人 是会跟你做好朋友的 不谈 所以财富有一个危险 我们即使不看圣经 圣经上有说 贪财是万二之根 但是我们 我们的世俗文化 也知道 财富有一个 有一个巨大的控制力量 可以让我们身不由己 但是回到圣经 圣经告诉我们 财富有一个更严重 更可怕的一个警告 就是你可能会赔上你的生命 你可能会赔上你的生命 主耶稣有一次 在走在路上 跟他的学生在一起的时候 突然跑出来一个年轻人 这个故事记载在 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 我把马可福音的这边写下来 这个年轻的人 跑到耶稣面前 就跪在他前面 说良善的夫子 我当做什么事 才可以承受有生 如果今天我们亨通教会 跑进一个 那个John Hopkins的 一个postdoc 或者说一个 一个访问学者 这个人呢 已经非常的有成就了 发表了上百篇的论文 有五六十个pattern 而且呢 开了好几家公司 都上市成功了 还不止上市 不只是开公司 那个stata 还上市了 你想想看 这个可能 这个人可能是 已经是腰残万贯了 跑来跟我们说 Paul 我怎么样 才可以承受有生 我一定把他赶快 请到我家里去 上兵大交代 可是耶稣怎么说 耶稣说 你遵守了没有 命令没有 他说都不都 但是最后 你想想看 这个一个 一个有 这根据圣经 这个人是一个 少年得志 年轻有为 然后呢 是非常有钱的一个人 然后好像还很谦卑了 非常对所谓 属灵的事情 非常关系 说我怎么样 才可以承受有生 我们一定说 哇 太棒了 一定赶快赶快 然后赶快把福音传给他 但是耶稣 却不没有这样做 最后跟他讲 这个人说 你在声音上 旧约经 声音上 我都遵守了 那么你想说 这个该分出 都打及格了 赶快赶快 耶稣 最后知道一句话 他说 你还缺少一件 去变卖你所有的 分给穷人 就有财宝 这个天上 你还要来跟随我 然后就再说 这个人的反应怎么样 突然 本来是兴高采烈 非常虔诚的 突然听见这话 脸就变了色 比较什么颜色 我不知道 大概是猪干涉吧 悠悠 丑丑的走了 因为怎么样 他的产业很多 你读到这段圣经 你会不会说 主耶稣也叫我 把所有东西都卖了 以前我读到说 主啊 千万不要 就跟我讲这句话 把我的公司给卖了 把我的职业给quit了 然后 我想 主耶稣 为什么 讲这句话 你如果去看 圣经上记载的时候 他跟谁讲这句话 只有 跟这个少年人 讲这句话 他没有跟其他的人 没有跟那个 撒玛利亚的夫人 讲这句话 没有跟尼哥 迪姆讲这句话 他没有跟在那个 毕师大使 那个瘫痪的人 很多人 讲这句话 他没有跟 马太这个税吏 讲这句话 但是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跟这个少年人 讲这句话 表面上就说 他的钱财很多 舍不得 那为什么他舍不得 因为他把他的身份 建立在他的财富上面 我再讲一遍 为什么主耶稣就挑 这个人讲这句话 因为他知道这个人 他把他的身份 把他的价值 建立在他的财富上面 这是什么 这是圣经上讲的罪 我很喜欢丹麦哲学家 齐克果 他给罪的一个定义 他说 罪就是把你终极价值 建立在神以外的任何事物 你的终极价值 你的身份 建立在什么上面 是你的财富吗 你说 我没那么多钱 所以我不可能建立太多财富 但是可能是你的事业 可能是你的学位 可能是你社会的地位 你说现在没有 你将来有 大家在这边 都是人上人 不要摇头 我看你们 很多人将来都是要出人头地的 但是记住这件 圆树讲的这句话 他说你要变卖一切 就是告诉你这件事情 你的价值感 你的价值观 你的身份 建立在什么上面 那么 你如果把你的终极价值 建立在神以外 建立在你的财富 在你的学位 在你的地位 或者在你的 甚至在你的儿女 你的家庭里面 我们中国人 可能什么东西都觉得 还可以丢 家人不可以丢 我不是叫你把家人丢 但是你如果把你的价值观 建立在你的儿女身上 我告诉你 你跟这个人 没有两样 只是你们建立的东西不一样 在神面前 你会失去生命的 所以主耶稣 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 人若赚得全世界 然后赔上自己的性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够拿什么 来换生命呢 财富一个最很大的危险 就是让我们 把我们的价值 建立在财富上面 所以当你一旦 你失去的话 你会受不了的 如果你会受不了的话 你要真的要反省一下 那么你可能会赔上你的生命 这是财富的危险 另外一个危险 这是我们刚才所念的 第九节跟第十节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陷在迷惑 若在网罗 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 叫人存在败坏和灭亡中 然后第十节 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 这里讲到财富有另外一个危险 这个危险 好像有一个形象化 这个形象就是一个网罗 那么这个网罗是什么 是钱 是财富吗 是 他怎么说的 这个网罗是什么 是钱财吗 当心 这个网罗是什么 不是钱 但是你如果爱钱的话 那是你的网罗 什么是网罗 在圣经上讲的时候 网罗是来他们抓鸟的 他们把一些 一个网罗藏起来 让鸟看不见 可能放了一些食物 那么鸟飞路 就会突然的被缠住 一旦被缠到这个网里面 它就不能自拔 那么我们的 如果贪财的人 也就会有这种危险 而且这是一个突然的 是意外的 是你没有预料之带的 那么你如果 你的心 把你的价值 放在你的钱财上面的话 那么圣经告诉 用一个这个抵御说 你可能就像个鸟一样 无知 鱼被 就会撞入这个网 他说 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 其实这无知 这个原文的意思 很重啊 比那个无知 好像你还觉得 还没无所谓 其实原文的意思 是愚蠢的意思 是落在愚蠢有害的私欲里面 这如果是真正翻译的话 你是愚蠢的 愚蠢的人有一个现象 就是他自以为很聪明 而且他是盲目的 他是自我欺骗的 我们 在美国 或者在亚洲都一样 大家都是觉得说 我们的 还挺有文明的 但是 美国 在近15年 发生了两次 在美国历史上 很严重的经济危机 在2010年 跑到哪去了 在2010年的时候 有一篇文章 他列举了美国历史上 十个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第一个最严重的危机 到现在大家还公认为是 1929年到1935年的 所谓 Great Depression 大萧条 这是美国最严重的危机 但是 第二严重的危机是什么 第二个最严重 美国历史上 发生 美国建国200多年 最严重的 第二最严重的危机是什么 就是 2008年 发生了什么 Housing bubble 这个Housing bubble 在technical理念上 在经济学上的眼光 是已经过去了 但是 大部分 到今天 你去问美国人 在民意调查结果 觉得50%以上的人 大部分的美国认为 这个危机到今天 还没有过去 什么是Housing bubble 你们可能太年轻了 很少人知道 但是我跟国荣就知道 在2005年到2004年开始 有一段时间 美国的房价乱涨一通 我在2004年的时候 我要搬到南加州去 我就深深地感受到这件事情 我那时候要必须 我原来住在Oregon 我要搬到南加州去 我要买一栋房子 结果呢 我大概从 20 其实是2003年的年底 我就去看房子了 那时候 我看到一些房子 是大概在 50万美金左右 我觉得它太贵了 我就买不下手 再过了一个月 两个月 那个房价就变成60万了 我说 太贵了 买不起啊 等我真的 三月四月 我去把一个房子 我把我的房子 后来房子买到 我花了70万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那个所谓的Housing bubble 那是Crazy 那个一个房子 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房子 可以在一个月涨10万刀 然后呢 就发生了什么事情 Oh we know the bubble got burst 那个时候 不管什么人 每一个人都拼命地 想要买房子 而且啊 自己明明负担不起 这个贷款 但是呢 他还要去买 他明明可能只能够 负担起50万的 那个房子 他要去买一个 100万的房子 因为他认为 有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房价就这样子 往上冲的时候 他说没有关系 再过几个月 我的房子 我如果买个100万房子 再过半年 我这个房子 就150万了 我可以负担得起 什么人都这样想 造成什么 造成这个历史上 美国历史上 第二严重的经济危机 其实不只是美国 整个世界都是如此 那么 我还要 另外一个 一个经济危机 是我也经历过的 而且跟我有关系 叫做Tech Bubble 这就是2000年左右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 高科技的Bubble 那个时候 美国 那个所谓的Dotcom 到处都是 很多很多 那个新上 那个 那个Stala的公司 一个个成立 有些公司呢 根本没有卖出 一毛钱的东西 但是呢 他一上去 一成立以后呢 就有人要去买它 那我记得那时候 我自己都 那个财迷心窍了 差点跟着人家 跑出去 也去开一个startup 还好 省年迷我 没去 我那时候 看到一家公司 他不要做什么东西 他没有卖出 一样东西 居然被Sisco 用 我的 如果印象 没有记错的 五个Billion Dollar 给买去 Forget Just Crazy 但是呢 那个是造成一个 美国一个很严重 这是他在这个文章上面列举 这是第七个最严重的 其实 这都是什么 就是我们 财迷心窍 不管是 哪一个危机 其实 都是一样 都是因为我们贪财的结果 美国最严重的大萧条是什么 是他们股票市场 造成的 所以 财富的一个危险 就是让我们 变成盲目 去追求他 那么 这个盲目呢 有两方面 第一种 会让你自以为是 你可能 如果说 你在你的财务上面成功 你可能以为 你在什么地方都成功 你会把你 在某些方面成功 也把它推广到别的地方 你觉得你很会赚钱 你就觉得说 我可能 在情感方面 也会成功 我在家庭方面 也会很成功 我在社会方面 也会很成功 那么 变成过度自信 不肯受教 那么 在 十二世纪 十一二世纪 是一个 法国的一个主教 叫做 Bernard of Clairvaux 他讲了一句话 这虽然是一个 好多个世纪前的事情了 但是他讲的话 今天还是成立 他说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富有而谦卑的人 百年难见 有钱的人 常常自视甚高 自以为是 过度自信 另外一个 就是他不认清楚 他到底有多少钱 而且他需要多少钱 他不知道有多少 也不知道他需要多少 怎么说呢 各位听了稍微要忍耐一下 我不是在 责任 各位 但是我知道 现在从国内来的 年轻学生们 都 非常的 有钱 所以呢 你们做了很多事情啊 是我以前 三十多年前来美国 是根本不敢想的事情 根本 not even enter my mind 譬如说 你知道我是 我来了美国以后 多久第一次回台湾呢 算一算 差不多是十年后的事情 过去这个寒假 有多少人回国过 你说那个小意思 还有人去什么 不只是回国 回国之前 还到加勒比海去玩一趟 这是 我不是说不要这样做 但是 如果 你把这个东西 你看得太重的话 你会有一个现象 爱钱 或者爱奢侈 就像吸毒一样 越陷越深 贪财是万二之根 贪财跟吸毒 有类似的地方 吸毒的人 我知道你们 大概没有人 只有吸毒的经验 但你都知道 吸毒的人会要怎么样 他会越吸越重 因为 当他一旦上瘾以后 他就要越来越多的剂量 让他达到他过去 所达到的那种快感 钱也是如此 钱也是如此 告诉你 钱就是这样子 我以前没太多钱的时候 我觉得说 我能够有个十万块钱 我就觉得不错了 后来达到 No 五十万 五十万达到 No I want to be a millionaire 你的奢侈品 会变成你的必须品 所以呢 小心点 去了加勒比海 没有关系 我不是这样 我知道你们中间 还有人去 我不是学生而已 我刚来 那个亨通的时候 第二天就有 那个礼拜 就好几个人不见了 原来打听之下 有三个姊妹 跑到加勒比海去了 奢侈品 不要变成必须品 以后 去之前 跟我打声招呼 把我带去 跟你开玩笑 不要把奢侈品 变成必须品 而且 你总是会看到 你再有钱 你还会看到 比你更有钱的人 你会看到 还有比你更有钱的人 你变成百万富翁 你会看到 还有千万富翁 你变成千万富翁 你还有一万富翁 你变成一万富翁 你还会看到什么 还会看到Bill Gates 你不会板足的 如果你把钱 当成你的目标的话 你总是会看 比别人 你还不 比上 比不上别人 你会看到 总是还有比你更有钱的人 你一旦有这个的话 你有几个现象 第一个你会嫉妒 看了眼红 我的房子 是 两千个square feet 看到隔壁 是五千个square feet 你就眼红了 我告诉你 我在南加州住的时候 有个地方 叫什么城啊 很多中国人 Cat 那个我叫 Aster应该记得 那个很多照 中国人造大房子 那个城叫什么 Arcadia 你到那个Arcadia去看 惨不忍睹 为什么惨不忍睹呢 因为那边住的太多 对不起 我们的同胞 我们的同胞 有个问题 就是看到别人 有个房子大 他要造一个 比更大的 所以Arcadia 那个地方呢 管理不够严格 那边房子 一个盖 那个中国人进去了 就把他买 把房子给拆了 就造一个 huge huge 一个比一个大 哇 结果那边的房 那个城 变得非常的丑陋 为什么 房子一个比一个大 大到一个 不成比例的一个情形 你下次去南加州 去Arcadia去逛一逛 你会看到有多难看 但是那些住在中国人里面说 我的房子不够大 你会嫉妒 然后你如果打不到 你变了百万富翁 不能变成千万富翁 你会什么 你会怨恨 你会自怜啊 我告诉你 这都是很不健康的情理 状况 所以财富会让你盲目 会让你越卷越深 最后 我们抬一抬 怎么样逃脱这个呢 前面我们刚才讲过了 财富并不是不好 财富可以是 神给你的一个赏赐 然后你可以享受它 也是神的美意 但是你要怎么样 你要享受 而不是要变成 把它变成你的网罗 变成你的陷阱 我给大家一些 一些建议 第一个 你要建立多重底线 所谓底线就是button line 在我们说 通常我们说button line 你在公司的时候 什么是button line 你们没上过班呢 上过班的人都知道 一个公司的button line是什么 不是revenue 是profit 如果你的公司的是 一个billion dollar revenue 但是你的expense 是1.5个billion dollar 你是什么 你是negative的那个profit 那不行啊 那公司马上就要垮了 你要有profit 但是我们如果是一个有圣经的财户官的话 不要把profit变成你唯一的button line 我不是说你不要profit 但是我说不要把你的profit变成你的唯一的 在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 你当你选择工作的时候 不要只是为钱多 刚才我感谢主 大概一定是感动了朦胧 他刚刚讲了说 他现在觉得说给我意向 他的意向是什么 他要找一个工作 能够帮助更多的中国学生 是不是学生 是 可能钱不太多 不是最profitable的一个东西 但是在你选择工作的时候 不要只从钱的眼光去剪刀 我不是说钱多不好 也许是好的 也许神要你变成一个很有钱的人 能够帮助别人 但是不要只是成为你唯一的选择 如果你有选择的话 选择一个能够造就别人 就像某某讲的一样 能够长进自己的工作 OK 第二个 放眼永恒 profit不是不好 但是真正的profit 是一个永恒的profit 抱着一个永恒profit的眼光 所以主耶稣有没有说你不要去 不要去积财宝 他说没有不说 他只说你不要只在积财宝在地上 你要积财宝在什么 在天上 不要只在积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咬 能秀坏 也有折一扎来窟窿来挖 只要积财宝在天上 那么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 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勿要坚固 不可摇动 常常竭力多做主公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 不是图然的 我们放眼睛永恒 抱着一个永恒的利润 的一个心态 但是他说要常常多做主公 你们在主里面的劳苦 不是图然的 是说你们将来 你们在今天在世界上做的 在将来在天上 都有一个corresponding的东西在那里 你在地上 你可能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不是一个很有财富 不是一个人家所谓很成功的人 不见得要都是叫 John Hopkins的那个毕业生 对不起 你们都已经失去这个资格 你们都是 少数人像我就不是John Hopkins 但是 但是你在神城里面做的事情 神将来都有一个corresponding的东西 你如果在世界上 好好为他做事 忠实的工作 你预备自己 那讲得更practical的话 你说我现在做的工作 哎 朝九晚五 每天上去上班就等着下班 我刚来看通的时候 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讲讲 我不晓得是谁 好没意思 哦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说继续的忠实的工作 我告诉你 我过去 在我没做亨通 来到亨通之前 我过了大概十年这种日子 我做了一份工作 虽然我不是政府的雇员 但是我们公司是帮政府工作 哎 那十年整治是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的一个日子 我很常在时间说 主啊 为什么把我做 放在这个地方 觉得非常的窝囊 虽然钱很多 但是我做得很没劲 但是在那个十年中间 我常常还在想办法翻身 我常常找一个机会 写些proposal 虽然都没有成功 但是我一直在预备 我常常有时候太闲了 你说哇 Paul你怎么有这么工作 介绍给我 我劝你不要去 如果你又选择的话 我那时候是没选择 有的时候是很忙 但是大部分时间 There's not much to do 你也知道做了 也没有什么意义 你也知道那个东西 是没有将来就是丢到 那个那个 放在那个架子上 积灰尘的 我就常常在那边 说 今天这个computer 还有什么新的东西 所以我来了以后 我看到小灰就挺高兴的 虽然我今天再也不是工程师 我要常常把小灰找来 发现我们最近 还有什么新的 那个computer方面的东西 我不是说我要回头啊 大家不要带 不要说Paul要吃回头草 但是我还是喜欢 想知道一些新的东西 但是呢 我在那边预备我自己 但是我在那个时候 也同样的 我就getting bar在教会里面 getting bar在死者 getting bar在生命团结 对不起 我好像没getting bar在很多东西 没想到在这个十年当中 神就预备了我 这是我没有计划到的 我突然说就是我在那边忠实的工作 但是呢 到了时候 神就说 enough 你suffer enough 虽然很轻松的工作 但是呢 这不是我要你长期做的事情 我让你在这十年 你预备了你自己 你可以将来做我要你做的事情 抱着一个放眼永恒 着手今生的一个心态 忠实的工作 预备你现在 你现在工作也许并不是你最喜欢的 但是你不要 还是预备好好的做 因为将来神都要看你这件事情 还有一点 避免过度的工作 因为为什么人过度工作 就是说 我想多赚点钱吧 我不是说你加班不对 有的时候你必须加班 但是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不要去加班 而且圣经上给我们一个原则 就是安息日的原则 我不是要大家说 我们回去守安息日 但是安息日 神给我们一个原则 他告诉我们要 安息日是什么 你要刻意的不工作 你要蓄意的不工作 在以色列的时候 在旧约的时候 即使奴隶 神都分布他说 在安息日的时候 奴隶都不可以工作 那么安息日是要刻意的减少 你的profit 让你的身体 你的心灵 跟你的灵性 得到保持健康 所以不要刻意的 这是多重底线 让我们逃脱这种陷阱 然后享受神给我们的 第二 另外一点 知足 所以在立章六节说 敬虔加上知足的心 便是大力了 你知足 我们不只是说消极 而是说我们积极地 把我们的安全感 建立在什么上面 把我们的安全感 建立在神的性质上面 我们每一个人 都需要安全感 不要觉得说 我有个safetyness不好的 我们需要安全感 在美国上个世纪 在旧金山 造金门大桥的时候 在工程的前半期 他们没有太多的安全措施 以至于 根据历史记载 在前半期 有23个工人 在造金门大桥上面 掉下去 掉到海里面就死了 所以他们发现这不行 到了工程的后期 他们就在 他们造的 那个桥的大形状 那个雏形之下 放了一个很大的网 为什么 你掉下去的话 你掉到网里面去 你不会摔在 很远的 很高的距离 摔到水里面摔死 他说这项措施 至少有10个工人 免于死亡 他们掉下去 但他们没有摔死 但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不但是这些人 没有遭到灭 没有死掉 他们发现 当他们发现 这个网装上去以后 这些工人的工作效率 增加25%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安全感 因为有安全感的关系 所以安全感是重要的 但是我们把 我们的安全感 要建立在什么上面 不要建立在那 虚无的东西 而是把我们的安全感 建立在神的信实上面 所以菲利比书 告诉我们 我们一起来念 菲利比书 应当义无挂虑 要把事 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 告诉神 把我们的安全感 知足 放在神的身上 第三个 我们怎么样可以逃脱 往我们有个感恩的心 第七节 说 我们没有带什么 到世上来 也不能带什么去 当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 你会想起 圣经上 旧约有一个类似的话 这句话是谁讲的 大家记不记得 当约伯 他受到很大的试探 痛苦的时候 他在一夜之间 失去他所有的财产 甚至失去了他的儿女 他讲了一句话 跟这句话很像 他说 我赤身出于母胎 也必赤身归回 赏赐的是 耶和华 收取的是 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 是应当承送的 赤身 来到世上 赤身归回 如果一个人身上 什么衣服都没有 代表什么 谁到世界上 穿着衣服来的 我不相信 Cameron 出来的时候 是穿着身衣服的 他是赤身来的 谁 赤身 无依无靠的人 无依无靠的人 我们赤身来到世界上 我们其实 怎么一生 都是赤身的 我们只学会依靠他 那么 但是 另外一件事情 赤身也代表 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 赤身代表羞辱 代表羞辱 脆弱 当主耶稣挂在 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的 他是赤身的 他是赤身的 是很大的羞辱 不只是他肉体上 他在精神上 受人很大的羞辱 赤身代表羞辱 但是世界上 唯一不该受到 这个羞辱 不该受到的刑罚的是谁 就是在这赤身 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因为他赤身在 十字架上 让我们不再赤身 我们能够穿上 衣袍 使我们不再赤身 所以我们要抱着 一个感恩的心 因着他的贫穷 在哥林多后书 讲说 你们知道 我们主耶稣的恩典 他本为富足 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他的贫穷 可以成为富足 最后一点 怎么样逃脱贪财的陷阱 享受神的后赐 第八节说 只要 我们一起来念 只要有依有实 就当知足 一个原则 过简朴的生活 Carabin可以去 不要去太多 我们过一个简朴的生活 不是说 你不能负担得起 而是 有一些实际的运用 避免你 游奢入奸的困难 我们中文人都说 游奸入奢 易游奢入奸难 Carabin去太多了 你下次就觉得 巴二笛抹一日游 就没什么异味 Taggy Noonan 是一个美国 很有名的专男作家 她不过是64岁 她最近在她的部落格里面 讲了一句话 她说 她告诉她 说她童年 她伸展在纽约市的 布洛克林跟长岛 纽约市是一个 怎么样的地方 通常来讲 是蛮不错的一个地方 在住址生活上 但是她告诉我 我在这个blog里面 发现说 哇 比较起她来 我们还真挺不错的 她说 我在那个地方 度过了童年 她说 她在她小的时候 你想她今年64岁 当她小的时候 她小学的时候 也不过是50年前 最了不起50年前的事情 美国的布洛克林 跟长岛是什么样呢 她说 如果你的家庭 是井井温饱 你只有一双鞋子 你只有一双鞋子 如果你的家境小康 你有一双 穿去学校的鞋子 还有一双 是礼拜天 去教会的时候鞋子 是黑色皮的 这是小康家庭 如果你家庭 真的过得很舒适 是 live comfortably 你有一双 你有一双上学的鞋子 一双星期间的鞋子 还有一双 去玩的鞋子 就是所谓的球鞋 如果我跟你讲的话 你大概不好意思告诉我 你有多少双鞋子了 我都不告诉你 我比他多很多 OK 那么他甚至讲了一件事情 他说 那时候 如果人要上体育课 必须去换一双运动鞋 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有运动鞋的 不是每个孩子 他们常常怎么样呢 交换 圆圆去上课 上运动的时候 他可能跟李勤 说李勤 你的运动鞋就给我 我的鞋子就给你 交换 那个时候 那是美国啊 是我们以为 是片地黄金的地方 也不过是五十年前的事情 但是今天是怎么样呢 今天你说哪个家庭 你只有三双鞋子的 我不想讲鞋子了 很多家庭 所谓的美国的 很多很穷的家庭 光是flat tv都好几台 我不是说叫大家回去 只穿这双鞋子 我是告诉说 过一个简朴的生活 然后让你的财富 成为行善的工具 又要嘱咐他们行善 在好事上富足 甘心 施舍 热衣恭敬人 这是积财宝在天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你是施恩的怜悯的神 因此你少赐百物给我们 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些东西 也能够享受东西 我们也感谢你 让我们有创造 有制造财富的能力 跟机会 因此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 对这些事情 有一个正确的看法 让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 心情忠实的工作 来帮助别人 来创造财富 但是我们也更感谢你 你今天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心不应该是 完全放在财富上面 叫我们积财宝在天 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永恒的财宝 是在天上 我们感谢你 求主你借着我们今天 所谈到的 让我们能够对 一个真正的财富 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感谢主 祷告奉主的 谢谢